诸葛亮究竟有没有来过南京 尽管历史上一直存在争议 但是在南京城的各处 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一些 有关于诸葛亮在南京的一些遗迹 比如我眼前的这个诸葛武侯 祝马恩 这个地方可不好找 它藏在乌龙潭附近一个小区的深处 而且这个地方已经搬迁了 我们能看到南京老城区 那种明清的那种老房子的建筑 据记载 诸葛武侯祝马恩 原来有前殿大殿乡房和山门 之前还有一个大的黄阳树 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看到 应该还能看到当时的一些木雕 在上面 一走到门口就闻到那种老房子的味道 南京现在正好是黄霉天 所以这个霉味也是很重的 果然你看这边的木头 都是老木头 这个房子一看就是非常古老的样子 确实是一个清代的老建筑 不过一百多年过去了 经过几代人的居住 现在已经很难想象出当年的样貌了 那 诸葛武侯祠是什么时候建的呢 清代光绪年间 元任西英书院的山长 定居乌龙潭的薛石宇 联合了另两位官员 利用了乌龙潭旁边的蛇山林蔭罐的旧址 新建了诸葛武侯祠 因为山后面啊 有清凉山的诸葛武侯驻马坡 所以呢 就取名为诸葛武侯驻马恩了 发现南京跟飞哥一起行走 就先看一下 我们将就重要一切